本日有媒体爆料 冯绍峰深夜同好友聚餐之后 亲自赴赵丽颖家接驾 随后二人一同返回南方家中 共度一晚 四日一早 助理提前勘察完环境后 两人才前后脚离开 据爆料 冯绍峰在北京深夜同好友聚餐 分开后并未直接回家 而是先到另一个小区 回到自家小区后 跟随冯绍峰下车的 还有一名苗条的黑衣女子 头戴圆顶礼帽 与她一同上楼 第二天有一辆白色的小区 白色车辆到达冯绍峰小区地库 一名白衣女子下车后 先拿着手机四处拍照 显得十分谨慎 不久后 从车库中跑出一名黑衣 戴圆顶礼帽的女子 匆忙上了白色车辆 仔细一看竟然是赵丽颖 赵丽颖乘坐白色座驾离开后 直到中午 冯绍峰才下楼城市出门 此前两人也被拍到穿情侣装 同回酒店等 但对于恋情传闻 两人均未回应 冯绍峰与赵丽颖早前合作电影 西游记女儿国 已将近组拍摄新剧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据媒体报道 日本月腾天后安市内媒惠 在40岁生日日天宣布明年营退 消息震撼全亚洲 初到25年的她 曾来太开唱 还和台湾天后蔡丽颖合作拍MV 发表引退声明后 对方也透过经纪人表达祝福 蔡丽颖和安市内媒惠2014年曾合唱 I'm not the earth 两大天后在MV中合唱又公舞 被双方粉丝视为神曲 2015年演唱会时 对方也特地来台担任嘉宾 她得知隐退消息后 透过经纪人表示 祝福而且支持她做自己想做的事